人民日报反记习近平的定于一尊,王沪宁诡异失踪,被戴河会议召开在即。 正变传闻中的王沪宁动向尤其引人关注,习近平19日离经其贴身大秘丁薛祥陪同,而被称为习外访时的标配陪同人员。 王沪宁消失,引发外界猜测,挑战习近平权威的事,不断冒头人民日报出了篇诡异文章,称每位同志要修炼IP评基本功,疑似用毛泽东反击力战书的定于一尊理论。 此外大五毛司马南高调停返习一方,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7月19日携夫人彭丽媛离开北京,开始出访阿联酋和非洲四国, 陪同习近平出访非洲的中共官员,包括中办主任丁薛祥,外办主任杨洁实外长王毅,中国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王沪宁,没有随行。 此前曾随习近平参加了多次外事活动的王沪宁,是标配随从之一。 近期关于王沪宁的各种传闻,不断自7月4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王沪宁再也没有露面7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北京召开党的政治建设会议。 习近平作出批示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委书记丁薛祥出席会议。 但是主管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却没有出席引发外界强烈关注。 人民日报出了篇诡异的文章题目是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文过则喜,是一种境界文章称,每位同志要修炼,来批评基本功。 文章引用了毛泽东文章称,正如毛泽东说的对待批评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 而对来批评者来说,既要有容得下尖锐批评的哑亮,更要有文国则改的行动之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信兼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根据新华社17日晚报道, 在星期一,召开全国人大常委党组学习会上,表态严守政治纪律,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权威。 评论者正诚分析人民日报上述言论,明显是反击力战书定于一尊理论,是在用毛泽东压习近平人民日报,胆敢建制习近平肯定后台够强硬。 另外,大五毛司马南在政变谣言最盛之时也冒出来了,站在习近平的对立面网友评论,司马南这时候路头应该不是相当强头草,而是想给豢养自己的真正主子出一把力。 可惜啊,这次习近平的地位还是没有撼动司马南这个投机分子大五毛要倒霉了,中共上下未重回文革左倾老路踩刹车。 美国中文媒体世界日报的社论称,政变传闻流传甚广,所谓连署信函,可能只是一些对时局不满的有心人士,出于自己愿望而杜撰。 或是中共特殊利益集团出于本身利益,需要而释放消息探测外界反应或衬,积损损习近平不过文章认为中共短期内发生任何形式的政变,都不可能。 文章分析,中共各派系已无人能挑战他的绝对领导地位,更不用说年老体弱,家族利益完全被捏在习近平手里,必须看习近平脸色形式的元老们。 尤其习近平通过彻底整编军队以把军权,武警权力全部转移到让他放心的自己人手里,更让中共短期内发生任何形式的政变,都不可能。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这些虽都是单一事件,却都指向为,对习近平的宣传降温,与去年以来全国上下肉麻的捧习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中共高层甚至习本人,为当前形势所迫开始为中共上下重回文革左倾老路踩刹车,北戴河夏季办公制度,早已取消北戴河办公制度,是中共中央1954年至1965年, 以及1984年至2002年间,每年夏季在秦皇岛北戴河办公的制度,2003年,中共中央废除该制度,1953年休,中央决定,每年夏季在北戴河办公,北戴河办公制度正式形成中共中央, 确定在北戴河夏季办公,实际带有办休养办公做性质,2003年新一届国家领导班子,上任不久,2003年7月19日,人民网发布消息称,中央已经决定, 今年夏季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将不到北戴河办公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需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 北戴河办公制度自此取消阿波罗网01综合报道。